是不是上天 看过海人间 才让你提前 就此场面 可我却注定 一生都回欠 欠你无数的团圆 我求你出来打我 你出来打我呀 外婆 大家看了吗 周深这期正如开头所说 战斗力爆表 在两队争夺帽子环节 死死缠住沙翼 其他人在前面跑 他俩在拉拉扯扯 周深还靠灵活的走位 摆脱了沙翼 在再次环节 接连打最后一道题 当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猜出来时 周深涛三个字秒猜出来 我觉得我们挑战一下 不用不用 喂 成语 顺带王良 太强了 你这是怎么理想到的 那四个字都有鬼 三 鼠儿 挥着翅膀的女孩 周深你就是王子 最后的周迷藏 周深选择藏在垃圾桶 并将垃圾盖在了上面 突然在张正元经过时 躲了过去 成功到了最后 周深我真的强的可怕 拜拜 没时间了 没时间了 现在还没开始找是吧 游戏 好像在这个 我把她搭一袋垃圾 可以适度摆烂 当我一直摆烂 一直摆烂 就会变成个垃圾袋 外面的人都在进来 突然鸡汤 来自一袋垃圾的 忠告 好厉害 周深还在21晚发博说 我倒看看谁能在这捉迷藏当中找到我 有此词条 周深捉迷藏大宗师还上了热搜 要知道这一期是6月初在杭州录制的 天气异常炎热 其他常住嘉宾 不一会儿就全身都是汗 何况周深还被闷在垃圾桶的垃圾袋里 所以不一会儿就全身湿透了 只能说周深太拼了 全身湿透躲得周深还在碎碎念 他们在追逐而我在当一袋垃圾 我是一袋寂寞的垃圾 可以适度摆烂不能一直摆烂 一直摆烂就会变成一个垃圾袋 外面的人都在精浅的生活 这突然的鸡汤和来自一袋垃圾的忠告 怎么给人一种又清醒又好笑的感觉 这几天周深在匈牙利录制跑南 海米应远相当给力 只要周深无论是上班还是下班 无论录制是哪一个环节 只要周深出现 汗声就一片 真的是在国外吗 周深粉丝应远真的被震撼了 你爱你 二三藏爱 周深再一看 这些灯台居然来自世界各地 英国 越南 法国 匈牙利 西班牙 瑞典 意大利 德国 新加坡 还有马来西亚 这是把联合国搬来的吗 真是惊艳了 为了让周深抬头就能看到粉丝 粉丝们爬到了山上 周深也平平回头对着粉丝打招呼 进去了 听到喊声也再次冲来继续回应 见不到周深的时候 也会现场合唱小美满 自娱自乐 周深的影响力太大了 大的惊人 周深红避了大江南北海内外 周深国内巡演 海迷们都想回国看周深演唱会 有的还要带小孩一起看周深演唱会 小编小说 周深等国内巡演开完之后 是不是试询也可以提上日程了呢 不知道录什么 就像是小朋友运动会举牌 看周深和张真元有点想象 好 开始 三二一开始 同周深情不移 排你爱你 二专大卖 耶 好 这么小 这怎么可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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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